你好 你们好 你们几位也是游客呢 还是住在这呢 我在这五六年了 你们是不是好朋友 当然 我们其实很少 很难得在一起玩 所以平常并不是一支 长期在一起的乐队 不是长期排练 散装乐队 散装乐队 平常想凑在一块的时候 就凑在一块 Jerry是我们的 正宗的吉他老师 Jerry 老师你好 我开了这家店 是这家店是你开的 老板 现在就到处要去做设计 做乡村规划 乡村规划设计 就是可以让一个古村 可以变成刚才那样 很漂亮 然后很现代 会有更多人喜欢 年轻人喜欢 对 我们都很喜欢 我们来的时候 觉得这特别适合 就是待一个两三天那种 对 我们一起坐 一起坐 蔡斌 你好 蔡斌 特别产业的一个 对啊 佛系的一个人 你之前在做什么 快递 在哪个城市 上海 在上海 我觉得就是在上海 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城市 你怎么就是会选择 就是到这里来 对啊 因为我老婆在这嘛 然后我就 然后小孩也出生 我就回来了 这原来工作是个 什么样的生活节奏呢 之前 过时间是用 每分每秒计算 就是你一分 送一分钟 要送几个快递 几分钟 一个快递 比如说走到这家 要几分钟计算 很快很快的 来到这里 所以就是每一分钟 其实你都算出来 好辛苦啊 所谓的那个收入啊 就是钱啊 跟时间在跳啊 对啊 来到这里就感觉 像个室外桃源一样吧 对 有那种室外桃源的感觉啊 所以你整个人都变成现在这样了吗 我觉得从这个造型上 能感觉到你很放松的感觉 是最慢的一个 最慢的 对你们来讲什么是慢呢 对我来讲就一个自由 自由 没有压迫感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它的慢不是时间上的慢 我觉得更多是你感受到的 感受到的东西 明白 太平之前如果像这样 生活在上海这样节奏的话 肯定是慢不下来的 对 之前也偶尔来村里嘛 一个月回来一两次 其实感受不到来 又终于回去了 但三九了就会 发现一年四季的变化 你看花今天长这么高 明天又长了一点 一点会花开啊等等 感受有什么的 然后我第一次见你 应该是在上海 我们在上海见的 对 我在上海读的书 应该是专辑 专辑发布会啊 对 应该是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 那剧现在有二十年了 对 二十年了 来一首 那时候你能上几年级啊 高中到大 那咱一起来一首 全哥都在一首 来一首 觉得要来一首 来什么 彩虹可以吗 我也会 你听话 我听过呀 真的吗 我们上一次的时候 我听全哥你唱了 对对对 我们就临时成了一个新的拖拉机乐队 你们叫拖拉机乐队 首服 哦 首服拖拉机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就玩音乐玩得很笨 然后又很慢 然后又长在泥土里边 拖拉机它是慢慢的 它是慢慢耕耘 它是耕耘的 我能加入首服拖拉机吗 当然 欢迎小七来加入 首服拖拉机乐队 现在是五个成员 对 二十年前的彩虹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不管未来怎样 你都要保持坚强 如果明天你的心 依然还在流浪 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 打造一片天地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每天都是你出息 无论情节浪漫或多力气 这主角是你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 有时天晴 又是雨 一天时空 我会告诉你 我爱你 全部彩虹的美丽 Solo 这样的环境真的很好 那么多的书 那么多的艺术品 这个也是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留下来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喜欢的 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就放在这儿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乡村它其实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过得很好 我们很开心 然后这里很漂亮 然后这里也很文艺 确实是 刚才我们有一个灵魂拷问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工作机会 和一个已经定了很久的假期 选择哪个 换作以前我会选工作 换作以前 所以现在的答案是 现在就是肯定是假期 这个太重要 有时候时间过去了 就是你当时的状态心情就没有了 我会觉得就是像我们现在生活 已经比以前十年前 我上学的时候要快很多了 然后当你再想要从就是快的那个 节奏里跳出来 感觉一定会被摔的就是鼻青脸肿 所以我们应该多来这样的地方 才能够给自己 向往这个 松下来 卖下来那颗心一个机会啊 谢谢你们 我们还有跟我们的其他的团队 再去体验一下村里面的其他的生活 其实整个村虽然不大 但是每个角落多我觉得都值得去感受它 是吧 我喜欢那么这 是的 谢谢大家